公民科技專案社群手冊 感謝RS幽默的開場 那個 好 好 給你幾個笑聲讚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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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住民帝舊松團 一直有在發展那個 公民科技專案與社群手冊 然後這個手冊呢 從去年開始 發展至今已經有 中文 英文跟日文版本 那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掃 這是我們第一版的手冊 那這本手冊最主要就是 我們一開始起心動念 就是希望說可以把Gulain V的經驗 包含怎麼發展專案發展社群 然後做一個 簡易版本 讓更多人可以低門檻的 參與公民科技 那就是 在我們 就是發展的過程 其實去了國內外很多不同的活動 也包含我們自己舉辦 邀請了各國的公民科技貢獻者 一起來回饋我們目前的發展內容 有沒有什麼要優化的 那在這過程中 其實我們也問了很多不同國家 不同文化背景的公民 他們觀察到的公民科技現況為何 包含這本書其實也記載了 東南亞各國 然後日本韓國 然後以及我們今年在FNF的支持下 我們去了柏林 有紀錄的德國的公民科技經驗 然後另一個新增的 我們這第二版新增的是數位公民的經驗 那會有數位公民的經驗 就是我們今年在SAMI 有一個跟日本跟德國的數位公民對談 然後也有跟公民的對談 然後這是在德國的經驗 那也因為我們有這些的機會 去跟各國交流 我們在原本的內容裡面 新增了橘色這些部分 就是剛剛說的德國跟數位公民素養 那我今天短講最主要就是想要分享說 我們在這樣 就是這些新增的內容 有哪些重點可以先給大家一些Hint 然後引起大家興趣之後 可以再來一起Review我們的Handbook 給我們更多建議 好 那我先分享一下 德國公民科技的現況 好 這張圖是我們在今年 Julian V.SAMI的時候 Sonya她給我們這張圖 她其實 其實這個跟我們講的是 德國現在公民科技在民間單位 是蓬勃發展的 但是呢 她下一張就說 但是在政府單位呢 她非常的疑惑 包含德國政府的數位化其實很慢 所以他們的公共行政體系 其實效率不佳 然後也包含他們公司協力 跟公民科技合作的狀態 其實是有一些狀況的 那目前我先回過頭來談一下 德國一開始的公民科技出現 是一群對政府有一些懷抱著 想要讓她更好的心情的人 然後他們用這樣的政治動機 然後希望透過推動開放資料 提升政府的問責性 然後也透過開發數位的開源工具 然後提供大家的公民參與 那會有這樣也是因為其實基於他們一直都看到 德國數位化的狀況其實不是很好 所以其實有非常多的公民科技專案可以做 好 那另一個就是 大家在談公民科技一定會談是開放資料的問題 目前德國的政府開放資料其實是有限的 而且是不穩定的 那那個不穩定是包含就是資料連結常常會變 然後也沒有就是持續的維護 然後另一個是網站一直頻繁的改 所以大家在就是做一些抓取資料的工具的時候 我們自己在做專案要不斷的更新 所以專案很難維持 然後你就會問政府說那四年過去你要不要接 他也不想接 好 然後另一個就是公民科技在德國 如果你要就是接受政府資助的話 其實機會有限 那另一個就是你可能就要follow政府的期待 那大家也知道德國政府就是表我們會講到的 他們其實在內部行政體系非常複雜 所以大家可能不太想要配合這樣 所以也因此公司協力是很有限的 而且他們比較多都是跟地方政府的合作 然後主要像柏林是最積極跟公民科技社群合作 那我們那時候去柏林也參訪了很多公民科技的單位 但是其他的地方政府即使知道像柏林有好的案例 他們也還在觀望 因為對他們來講他們會覺得有點困難 OK 然後另一個公司協力比較有限 除了剛剛講的官僚體制或是內部行政程序複雜 還有一個原因是 因為他們早期是比較以揭露政府的過失的方向為主 所以那時候松堯就跟我們分享 其實雙方的合作是存在一種有點不信任關心跟遲疑的 所以合作意願也會比較低 好 然後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地方政府開始會比較有意願合作 但是他們會比較希望是 那你來提案的話你來幫我們做 可是其實這不是公民希望我們 也是希望說政府可以開始自己做做看 那中央則是因為比較複雜 所以我乾脆自己做或是那我不要做 所以就會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那後面六七八點是我們在柏林舉辦工作坊的時候 公民的一些回饋 他們在那個工作坊有提到說 因為大家知道今年歐洲有出現極右派跟種族主義的這個傾向 那他們會希望說也許透過開放更多的資料 可以解決跟對抗這樣子的主義的發生這樣 然後另一個就是他們也覺得說 因為德國現在就是因為種族主義盛行 所以大家一直在反那個就是移民啊 然後難民的議題 那他們就在想也許把開放資料釋出之後 像假如說移民書跟犯罪率這些資料釋出 他可以做一個連結 但他們發現這連結有點難 所以他很難真的去佐證關於一些難民或是移民的一些錯誤資訊 其實這是他們現在覺得即使開放資料之後要怎麼樣去連結是蠻難的 然後另一個就是目前他們觀察到媒體有非常多沒有來源的極端思想的訊息 然後他們很希望可以立法管 但也怕管到最後管到自己這樣 就是限制了言論自由 所以以上是我們這一次在跟柏林的公民互動 以及我們邀請德國專家學者來跟我們分享的一些報告 然後這也有一部分也來自於FNF過往的公民科技的那個報告 然後更多的詳細細節都在公民科技手冊裡面大家可以看 那另一個就是我們書本的另一個重點是書位公民素養的推動 因為修頌團在四年前四五年前有一個臨時小學校的專案 我們這樣發展四年了 我們其實有一些經驗可以想要不論是把它記錄下來或是跟各國分享 所以我們在這個篇章裡面除了有臨時小學校的經驗之外 我們也有集結了日本跟德國他們在推動書位公民素養的經驗 那另外一個就是很多公民給了我們很多回饋 那包含第一個就是我們在跟日本交流的時候他們一直在談 他們覺得書位公民教育不是只給學生也 就是因為日本現在高齡化其實針對年長者的書位公民教育其實也非常重要 那我之後有去研究了一下日本政府 哇喔 那日本政府他們的那個書位公民教育現在是針對家長老師 然後大齡國民然後學齡前小孩跟青少年 有不同的年齡層給他們不同的教材 那這個是目前我在其他國家比較沒有看到包含像台灣 所以書位公民教育應該要提供就是各年齡層不同背景的人 然後有不同的教材然後去落實書位包容性 那另一個就是你當你給不同的就是族群的時候 它其實會形成一個教育生態系 那每一個生態系的角色如果做好其實可以共同提升 然後另一個是在書位公民素養很多公民希望 你應該先談公民不是談素養 這也包含像台灣出現眾理親文這樣的狀況 其實大家一直在用世衛技術但沒有思考到人為社會的問題 然後另一個就是社會公民素養其實不是只有強調媒體試讀 或是你的技術能力 它應該更強調實作跟你的社會行動 那第五點是我們應該要結合現有的教育體制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的公民科技單位 大家都自己辦活動吸引到的都是積極的孩子 然後但其實有很多孩子他一直在體制內 他需要資源是要由學校給他 那最後一點就是我們這次跟各國合作 其實有很多互相借借的地方 我們也很鼓勵未來可以持續的交流 然後呢歡迎大家可以小QR Call 然後給我們一些Review的那個回饋 謝謝 好 耶 讓我們謝謝TIFF 那我相信大家剛剛聽到很多關於德國公民科技的經驗 就是他們都是非常有功德心的人 對 那當然日本的部分我們也希望TIFF可以分享 之後可以再分享更多關於世衛公民教育 對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就給他們Review的話 就是可以去Review 那以身為...